相信好多同学在学古中的时候 都会听到老师反复要求我们的坐姿 其中一点呢就是要坐直 可是好多同学啊 在弹琴的时候 弹的弹的背作塌了 其实弹琴时坐直呢 不光是为了我们的坐姿 端正标准 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一点 往往好多学生会有所忽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你的背塌下去的时候 那么就会影响发力 这个时候呢 你身体的力量 会整体的窝在你的肚子上面 无法顺畅的到达我们的指尖 同时呢 你的气息呢 也会变得非常的不顺畅 没有办法用你的小腹去呼吸 但当你的背挺起来 坐直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你胸腔的气息呢 会变得非常的顺畅 那么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动作 因为我们平时练琴用的力量呢 并不完全是我们手指的力量 也需要去辅助我们的气息 和我们的大臂 小臂的带动力量 只有当你的背挺直 你的气息和力量呢 才能顺畅的流动到指尖 所以感觉自己弹琴总是没有进步 而且状态不好的同学 快快检查下 你的背挺直了没 我是芊怡老师 关注我 带你专业有效 学习鼓掙 吃走 看